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0月15号礼拜六的第五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今天声称 香港和新加坡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香港有国家的支持 拥有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 第二单消息 几位集团行政总裁汤文亮博士 言语新加坡没有言论自由 他说从未听过新加坡人 骂新加坡政府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许正宇有些什么伪论发表 他真是认真厉害的 为了硬撑香港 盲捧香港 真是什么都说得出 至于有没有说服力呢 我们一起检视一下 许正宇就说 香港和新加坡最不同的地方 是香港有国家的支持 拥有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 香港是不怕竞争 只是怕自己不争气而已 那你事实上就真的很不争气 告诉你 许正宇强调 香港要用好自身的优势 加强和内地的互联互通 做好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角色 我真是很难理解他这一句 香港和新加坡最不同的地方 是香港有国家支持 而新加坡没有 这个就是香港比起新加坡 更具优势之处了 是不是 你真是笑死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人家自己就已经拥有着一个 全面的管治权 对于主权范围里面的任何一个范畴 包括军事 外交 经济 医疗 民生等等 是有最终的决定权 是不是 新加坡政府说了算 新加坡的官员要请示的时候 就向李显龙总理请示 李显龙总理就不需要再寻求 上意 或者是要猜度 究竟主子的意思是怎么样 他问谁 难道请个老婆回来问米 问一下 到底李光耀总理在九泉之下有什么高见 愚蠢的 所以就算在公海有金执 新加坡都会执得比香港快 这个是没得谈的 因为你还需要 到底这块金放在那里 应不应该去执呢 你又要问一餐 你问得来的时候 都被人家执了去啦 你哪里教别人快 所以这个就是你先天的不足 不是你的优势 我不是鼓吹你要什么港独 而是指出你在制度上 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的行政区 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嘛 故事你跟一个主权国家去比 你哪里有得比呢 你背靠祖国 你背靠什么呢 还有你有国家的支持 人家用什么国家支持呢 人家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来嘛 愚蠢 对不对啊 这些人就这样都说得出的 你香港有国家支持 新加坡没有 新加坡不需要 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 他有国民的支持就够了 哎呀 真的 我都不明白 喂 你就算是要唱好 说好香港故事 你都不是那么预备的 水平是不是 有没有文胆的 现在特区政府的高官是 哎呀 真的 我真的替他心急 这些说话是 被问到因为乌克兰的局势 不少国家对俄罗斯的政府 和企业都作出了制裁了 那么许正宇局长 会不会担心 如果俄罗斯的企业 来香港投资 是会令到香港 面临着被制裁的风险呢 问得好啊 是不是啊 许正宇就说 香港是依法办事的地方 刚刚我看到一宗消息 俄罗斯驻港领事馆 他说 从特区政府 不愿意赶车 这一只的 俄罗斯富豪超级游艇的事件 不依从美国的制裁令 就可以反映出 香港是法治之地 你香港的所谓的法治 原来是要靠俄罗斯 来去验证的 哎呀 真是厉害啊 香港是依法办事的地方 你被俄罗斯赞你 那好了 许正宇还说 一直都是会随着国际市场变化的 决定怎样定位 和用好金融方面的优势 风险呢 无处不在 关键就是 在风险处理上面 做得平稳 他耍太极 其实就没有说到呢 说究竟 害与不害怕 究竟是不是欢迎那些俄企来香港 当然了 他在暗检里面 我希望他是会有 做到一些的动作 来到去劝语 如果有些俄企 俄资真的想来香港 又说要集资 上市 你就要劝他 你不要来 你明白的话 就不能够做了 因为你要给大陆 大陆叫做 是跟俄罗斯名义上 什么东西 有好无上限 不是盟友 更姓盟友 说的 所以你明面 就不能够做这些 暗检里 你要劝退他 是不是 我希望特区政府的官员 有这样的智慧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做 这些这样 好了 就是从这件事 俄罗斯那只烂鬼 超级游艇 就可以看到新加坡 又是比起香港有优势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 他能够 自主来去操作 他说制裁俄罗斯都可以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说了 香港不行 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你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而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拥有全面管治权 外交的事宜是交由中央政府来管理 所以外交部有驻港特派员公署 那你怎样说 因为香港有国家的支持 就比起新加坡更有优势 因为新加坡没有国家的支持 你不可以说这些东西嘛 你只是看看对于俄罗斯这个议题上 人家的风险一定低于香港 相对来说 起码来说 新加坡不需要担心 在他们那里办事的 那些银行、金融机构 会遭到美国财政部的二级制裁 是必然不会发生的 因为他都跟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 香港不是的嘛 说到死的嘛 是不是呀 起码新加坡就不需要担心 他那些银行会被踢出这个SWIFT系统的 他担心一条帽子 那你香港是不是呢 你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呢 所以他说的那些东西 真的说服力是很不足 希望他做多些功课才说 许正宇还说 地缘政治影响全球 不少商家希望分散风险 香港的资金进出是有保障和自由的 也有国际级的专业服务和监管 正正是可以发挥分散风险的角色 这个又是好笑 分散风险 不如那些记者问他 为什么那些外资企业 人才和资金 是要流失到去新加坡 这个正正就是发挥了分散风险的功能 本来不去新加坡的 一男子放在香港 为什么人家要走呢 有些就流 有些就走 他不是走光 有些就 有些的驻港员工仍然在这里 但大部分走了 这个人家的外资撤退 正正就是分散风险的 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你还说香港可以发挥这个角色 你正正就是风险太大了嘛 哎呀 真是 你怎么知道 那些高官的水平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唉 我都不懂得说 你想想 在联合国大会里面 前日 12号 不是前日 今天讨论了说要谴责俄罗斯 吞併 这个乌克兰的土地 就是俄罗斯搞非法公投那四个州 那么那个决议是怎样呢 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当中 有143个国家是投了同意 要谴责俄罗斯的 有35个国家弃权 5个国家反对 其余那些就没有投票 那么我们看看哪五个国家反对了 其中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自己投的 所以其实呢 就只有四个国家是反对的而已 那么分别呢 就是 敏利亚 尼加拉瓜 朝鲜 和白俄罗斯 那连大陆呢 他都没有说投这个反对 他都不敢投反对 他们是弃权的 大陆是 那么 你是不是想将香港 喂 将来就是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 那些是敏利亚 尼加拉瓜 朝鲜 和白俄罗斯 再加多个俄罗斯 这样呢 喂 老实说啊 细瓜靠大变 所以怎么会说香港比新加坡更有优势 新加坡就一早选了 193个里面 他和143个一起混合 人家就一定是会做到 繁荣稳定 安居乐业 而且是会越来越兴旺 百业兴旺 香港的优势何在 你说背靠大陆 我不是说不反对这件事 而是你背靠大陆就肯定了 正如我们上一节那样说 香港就是作为很多外资企业的大中华总部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来的了 大中华总部不会撤在东京 不会撤在台北 也都不会撤在新加坡 问题就是你要和国际竞争 和新加坡竞争的时候 你就要争争那些亚太区总部 撤回在香港 不要等他一直是这样撤退 就迁移了去新加坡 阴光 其实说来说去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这里 你作为局长 你有什么板斧呢 似乎是没有的 一你只能吹字 还吹到乱了大笼 另外许正宇局长还说到 特区政府是不懂得生钱出来的 就需要有经济活动发展才有收入 不是的 你卖地就有钱生了 只不过你为什么卖地现在的活跃程度 是会不及从前呢 就是因为你赶客 政治上你赶客 搞个国安法出来 令到几十万人移民走了 或者有些人潜在要移民的 考虑要移民的 再加上一个 你经济上又搞不好 弄些严格的防疫抗疫措施出来 赶外国的企业走 其实当然有些外国企业 也会考虑国安法这个因素 两样东西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你不断赶客 推因素很多了 有没有拉因素呢 你就吸引了那些不知道什么专材 那些外国资金怎么办 你这个俄资 你又说不抗拒他的 起码明面你没有说 哎呀真是陰功 他说政府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稳控疫情和发展经济 令到政府的财政更加稳健 我都同意啊 问题现在不是很见得到特区政府 是放很多的心机时间 下去发展经济 保住民生呢 一尾懂得搞完那些无谓东西就最多 撩臂啊 零加三啊 无无畏畏那些东西做一大餐 那些东西你不要浪费时间去做好过啦 集中发展经济 你不要等到人家有些企业 做得好地地的又说要赶他扯 又要倒闭又说要收回他那个土地 哎呀一塌糊涂 你被人看到你都不是发展经济 不知道在搞什么 好了 跟着下去我们来看看 这个几位集团行政总裁 汤文亮博士呢 怎样唱衰新加坡了 他就说哦 啊 因为工作关系呢 他就去过夜几次新加坡 总共住了大约半年 啊 他说从未呢 是听过一个新加坡人 骂新加坡政府的 那公道点说 也都没有骂香港政府 啊 那么反对香港的香港人一定会说 新加坡政府都无懈可激 为什么要骂呢 那么汤文亮就说 他有麻教乐啊 曹操都有资深有关公 也有对头人 那么无论新加坡政府做得怎样好 如果有言论自由的话 一定都有些新加坡人出来 骂新加坡政府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令到他恐惧新加坡的原因 其实他就是遗憂新加坡 是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你在这里批评 新加坡政府如何独裁啊 没有言论自由 其实他就是和这个汤家华 支流是行下一戏而已嘛 汤家华就说 这个新加坡就是一个 独裁国家来的 一党专政这样 那别人有民主选举这件事 我都说过啦 不过不拗啦 这些他喜欢说 新加坡没有言论自由 我都不跟他拗 你喜欢这样唱衰人家 其实汤家华和汤文亮支流 他们就用了一招 叫做踩低别人来去抬高自己 抹黑别人来去还自己一个清白 喂 这些这样的招数 如果是有效的 就不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都可以啦 你不断唱衰人家 人家就自不言会衰啦 是不是被你唱得衰啦 有个说话叫做 身正就不怕影子邪 你自己做得不好啊 你怎样唱衰人家呢 你自己都不会变回好的啦 是不是先啦 你又不去思考一下 喂 为什么新加坡 给你说到有一党专政 又没有言论自由 都还有这么多外资企业人才和资金流失了过去 这件事还更加令到香港人恐惧 告诉你 给你说到一个地方是衰到无伦贴地的 那些外资企业 都宁愿是迁移过去 都不留在香港 那么香港比起新加坡 又算是什么呢 是不是比新加坡还差呢 如果是这样 在那些外资企业的眼中 这些人有没有逻辑思辨的能力呢 其实是 你踩到别人变成齿饼 原来别人就宁愿去选个齿饼 都不选你 你选直屎都不如 这样是搞到 我真是希望那些人 出来盲撑香港 硬捧香港的时候 或者所谓说好香港故事之前 做多些功夫 锻炼一下那个逻辑思辨的能力 不要说得出就说 这些是倒米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